极了 俄罗斯要求中共提供军事援助 中共满洲里送货盲 原额原来是为了这个目的 苏南防疫新政策 举报上海人奖金1万元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3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俄罗斯方面周日表示 莫斯科希望中共能够帮助其抵御西方制裁对其经济造成的打击 俄罗斯将近一半的黄金和外汇储备都因为制裁措施而遭到冻结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报道 美国官员称 俄罗斯已向中共请求提供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 以支持其对乌克兰的入侵 这引发了白贡的担忧 即北京可能会破坏西方帮助乌克兰军队保卫国家的努力 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希罗阿诺夫表示 我们有一部分黄金和外汇储备是以人民币计价的 但我认为 我们和中共之间的伙伴关系 仍然可以允许我们维持现有的合作 不仅仅是保持 甚至还可以增加 尤其在西方市场关闭的环境之下 路透社指出 俄罗斯财长在电视采访中所做的表态 是到目前为止莫斯科方面发出的 请中共帮助其抵御制裁冲击的最明确的求助信号 美国官员告诉金融时报 自入侵开始以来 俄罗斯一时要求中共向其提供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 他们拒绝透露有关俄罗斯提出的具体要求的细节 另一位熟悉情况的人说 美国正准备警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 因为有一些迹象表明 中共可能准备帮助俄罗斯 其他美国官员说 有迹象表明 随着乌克兰战争延续到第三周 俄罗斯正在耗尽某些种类的武器装备 白宫没有发表评论 中共中美大使馆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金融时报的报道称 这一消息是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周一前往意大利罗马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举行会谈时披露的 对装备和其他种类的未知名的军事援助的要求 是在俄罗斯军队努力在乌克兰取得 向西方情报部门认为的那样多的进展时提出的 这也引发了关于中俄关系的新问题 随着两国在从北约到制裁的一切问题上 对美国表示反对 中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金融时报称 中共在乌克兰危机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中立者 并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该国的行为 但习近平和普京上个月在北京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 将北京莫斯科的伙伴关系描述为无上限 这是双方更加紧密联系的另一个迹象 对于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角色到底如何定位 目前存在各种说法 有的人认为中共正在甩掉俄罗斯 有的人认为中共表面应付 不会给俄罗斯以实质帮助 旅澳大陆自由派法学家袁洪斌却认为 中共正在全力支持俄罗斯 他说中俄双方都在互相支持 袁洪斌透露 从中共内部传出信息 现在连俄罗斯的一些口粮都是中共给的 军队物资是临时紧急调波的 俄罗斯已经被西方逼到与北京一起 成为战略上不封顶的关系 他说俄罗斯前线的那些部队很多都与中共厂商有联系 中共给俄罗斯制造军需品 各种军粮 俄罗斯军粮最近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制作的 如果俄罗斯外汇体系遭到国际制裁 袁洪斌说 卢布跟人民币会更密切合作 到了最后 以物换物都有可能 为了避免美国找到借口 它会以物换物 因为俄罗斯需要中共的各种轻工业产品 而中共也需要俄罗斯的能源 粮食 中共紧急给俄罗斯调集了大批的制成品 俄罗斯有的是粮食 关键是运不出来 粮食生的你怎么吃啊 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也说 满洲里那边已经忙得不得了 中共有大量物资运到俄罗斯 24小时都是这种状态 实际上 中共是在暗中支持俄罗斯 希望俄罗斯站到自由世界对立面 它不敢真正地去堂而皇之地跟西方作对 所以就摆出这么一个姿势 暗地里支持俄罗斯 给俄罗斯输送物品 他说 至于中共为何要力挺俄罗斯 袁洪斌表示 中共的真实意图就是通过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 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 国际秩序的确定者 取代美国的国际警察的地位 习近平曾在中共内部明确说 要以共产主义文化为核心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取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国际秩序 这就是习近平的总体的国家战略目标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国家战略目标来进行的 而且他们有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东升西降 中共正在不断地崛起 而美国在衰落的趋势 俄罗斯尽管经济上很衰败 但是它毕竟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 空军极其强大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能源 石油和天然气 以及农产品 会弥补中共在这两个领域的战略物资储备的不足 现在中共极力想和俄罗斯搞好关系 让俄罗斯成为它的能源基地 据国际能源组织数据显示 去年中共进口占俄罗斯原油出口的20% 中共已经开始扩大地下油库建设了 据内部消息 中共现在准备大量的修建油库 先把石油作为战略储备物资买回来 防止将来发动台海作战时 海上运输线被切断 所以中共期待的是 由俄罗斯巨大的能源储备 来解决中共自己战略能源储备不足的问题 为它发动台海作战 创造一个安全的能源后风基地 周五 俄罗斯军队似乎在重新集结 准备对基辅进行新一轮的攻击 李元华认为中共是希望俄乌打得越热闹越好 因为此前整个西方社会一直追究 中共在大疫情爆发的责任及病毒的来源 突然来个俄乌战争 把注意力全吸引走了 所有火力全引开了 对于中俄的合作 袁洪斌说 所谓中共为了求资保 要和俄罗斯拉开距离等 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中共现在全部注意力就在于对外政策 在中共二十大后 拜登2024年下台前发动台海作战 就像这次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作战一样 中共并不担心制裁 他说 早在六四后 邓小平就说得很清楚 制裁过两天就过去了 经济制裁没有那么了不起 对于西方媒体很少报道 中共是幕后黑手 他说 第一 他们对中共还抱着一个绥靖主义的态度 现在拜登政府那些主要官员 布林肯还有国安秘书长 全是过去执行绥靖主义的主要干将 袁洪斌指出 他们对中共总是抱着幻想 前几天 从布林肯到法国和德国的总理 外长还要求北京来制止俄罗斯侵略 多么愚蠢 中共管制社会处处都在制造斗争 制造仇恨 近日 中国多个地区疫情再起 石峡市上海也沦陷 邻近上海的江苏省 刚刚因苏北索女事件风光了一阵子之后 苏南刚刚又推出了奇葩新规 有地方政府为防范疫情 竟要民众举报来自上海等疫区的人员 还寄出检举奖励 最高奖金超过1万元人民币 根据凤凰网报道 江苏省无锡市新无区12日公告 民众若检举有患者接触时 等因隔离而未隔离者奖励2000元 检举居家监测期间 擅自外出者奖励1000元 检举由疫区抵达而未报备或瞒报者奖励500元 上述被检举者若检测为阳性 检举者可再获奖励1万元 报道指出 江苏省南通市金星街道12日也发布公告 民众若检举政府尚未掌握 且未采取防疫措施的上海等中高风险地区来人线索 经查证属时就奖励200元 公告引发中国网友热议 有网友表示 江苏也开启了抓人模式 如果这种价值观被宣传开 那这个世间再无良知可言 没事的时候大家都想当上海的后花园 现在 呵呵 不过相关公告目前似乎已被撤除 无法查询 有金星街道工作人员向中国起点财经表示 公告发了之后又被撤除 可能是相关人员对此事看法起义 而目前当地也没有民众检举 有网友笑称 号称中共先进发达地区的江苏都是如此进行社会治理 其他地方管制的落后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以利益驱动鼓励告密的规定 未必对防疫有多大功效 但对造成人心的败坏 其作用却不可低估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